刘雨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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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想给大家说的 每些华人 王内云 王内云 大王的王内 内金的内云是草制配云 他写了一篇小说叫《山猫行动》 山猫行动 一座三个山 一座猫的猫行动 他讲的是越战的时候 一个美国兵在越南西贡 故事的发生地在南越 在美国人 美国人控制的一个地方 这个美国人也叫一个名字 我都忘记了 这个名字 反正就是一个美国军人 一个军官 他星期六休假的时候 他就跑到街上去 跑了一个街上去 他就随便找了一家理发店 去理发 然后他理发的时候 发现这个理发师 是长得一个很丑陋的一个越南人 长得很小很丑陋 而且这个理发师 对这个美国军人的理发师 对这个美国军人的理发的这种态度 是非常非常地那种 非常讨好 非常讨好 就是说像我们一般通俗的说 是故意拍马屁啊 说好话啊 就想得到人家给他一点小费 是这么一个人 这个美国军官呢 无意中呢 就知道这个越南这个理发师呢 就是说他原本不是生活在 越南南部的 他是生活在越南北部的一个山 山村里面一个种地的 种地的 为了生存 到南越 来开理发店 通过自己的手艺理发 来 争钱 养活自己家里一口 那么就那么一次理发 结果这个美国人呢 和那个理发师呢 认识了 第一次是理发师认识 第二次理发呢 是有很好的交流 第三次理发的是变成了朋友 第四次理发呢 是也变成一个支交 那么应该说 两个是不同的一种等级 一个是美国 美国军人的一个军官 一个是越南地方的一个 全乎百姓 一个很低位的一个老百姓 那么通过这么一个理发 理发的一种现状 认识了以后 但是这个作家很高明了 那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这个军官 星期六 就到外面 到外面那个酒吧 酒吧里面去消费 就是美国的许多军人 那是一个美国军人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 娱乐的一个场所 美国军人呢 就是说在里面喝酒 跳这个disco 听音乐 大家这个有吃有喝 他这个作家呢 就把这个场景轩然的 非常热闹 气氛非常热力 军人都在享受喝红酒 唱歌跳舞 发现一种 就是说对生活的压力的放松 那时候呢 他就把视角转到 转到那个 那个玉露藏所的外面 这个理发师出现了 这个理发师长得很矮小很丑陋的 这理发师就来到这个 这个玉露藏所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玻璃橱窗外面 使劲地敲玻璃 搁着玻璃里面的这个美国军人 没有听到 没有看到这个 越南理发师在喊他 在敲玻璃 这个时候他就描写 这个越南人他在外面 一种交集的心态 一头汗 一头汗 他想方设法要进去 但是这不是你越南人能进去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军人的一个娱乐俱乐部 他就把这个情节 刻画的就是说 非常 渲染的非常 就是墙里非常紧张 气氛非常紧张的时候 这个美国军官 他总于在喝咖啡的时候 仰头喝的时候 隔着玻璃窗 哦看到 这个越南理发师在向他招手 在敲玻璃 紫禁敲玻璃向他招手 他不以为然 他觉得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今天不理发 我上个星期理过发了 你要赚我钱也太快了一点了 对不对 我理过发你还要敲 我今天不理发 他不理会他 但是到这个理发师拼命再敲玻璃的时候 他总于忍不住了 而且呢 他是心里面很火的 那个时候 他的什么现状呢 他正好是在喝酒喝得开心的时候 在享受就是说 那种吃喝玩乐 他是在这种高潮的时候 他不情愿的他出去 他出去就想说他一下 或者就是我给你几个钱 你到这里干什么呢 但是到他走到门口 还没有和这个越南理发师说上一句话的时候 这见这个越南人 冲上来就一把拉住他 往外面走了三步 一把把他推倒 趴在地上 这个俱乐部就啪炸掉了 整个军人娱乐场所全部炸掉了 所以也就是说 除了这个美国军人 没有被炸死 里面的所有的美国人全部炸死 然后这个美国人震天动地嘛 趴在地上嘛 没死也受伤 当自己摸着星河还跳的时候 当他看到这个越南人似的 被炸得一塌糊涂 但是他一看 这越南人没有死 这越南人最后说了一句 说了一句话 让这个美国人 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个越南人是一个越南的共产党 原来这个越南来到南越来做理发师 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 是一个游戏队 他来探取情报 他要为越南共产党服务的 但是他最后通过做下这个小说 里面这个情节的安排 变成一个人性的美 人性的善良 他觉得死的是越南的侵略者 活的是一个越南的正常人 这个小说如果在文革以前 那是要 那个坏小说 要批判的 你怎么可以把两个阶级 一个侵略者和一个越南共产党 一个美国侵略者 怎么把两个人去救他 你违背自己的一种誓言了 我是共产党 我要消灭他的 我到南越去 我做地下工作的时候 我要消灭他 我为什么去救他 那不肯理喻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就是人性 所以说 好多作家 他所写的小说 他是不分国界的 他就说 他就这一种小说 我们不去他 政治上我们不谈 我们就是强留他的人性 人性都是一样的 那么 那么我想说 在掌握了那个小说 素材变成小说故事的结合 你还不能就是说 就是书获 这个小说 这个画龙点睛之笔 小说的标题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尝试过写小说 或者很多同学已经写过的 从我自己一种 我的一种个性来讲 我是先定标题的 我是先定标题的 我是 把标题作为 我的小说的整个一条思路的 他的一个目标 我为什么把这个标题看得那么重呢 因为一个好的作家 这个标题肯定是一个小说的 他的一个最出彩的一个方面 如果一篇小说很精彩 一个标题也塌糊涂 首先一个读者看的时候 这个小说 因为他没有看之前 他肯定先看看标题 那标题吸引人了 他要看 标题不吸引人 看到后面精彩 那他觉得 哎呦这个作家 这个标题不应该这样去 应该再换一个 这个是很多读者 都有这种想法 那么我为什么要说 那个小说的标题很重要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 也是那个作家 也就是刚才讲的 放牛放羊那个作家 叫王兴钧 他写了一篇小说给我 讲了什么故事呢 讲了一家子 父亲和五个子女 发家自父 摆平了五个子女的这种 一种私欲 出钱 种西瓜 最后西瓜成熟了以后呢 大家在分配的问题上呢 产生了矛盾 最后演绎成了一个 一个悲剧 悲剧 那么这个作家 当我寄稿子来的时候呢 他的小说的名字就叫 进城卖瓜 进城卖瓜 你说他错吧也不错 因为他整个故事就想 就讲 这个一家人家在他的父亲带领下 把他的五个子女 都教育好 最后大家就出钱 出力 那个种西瓜 到最后收成 收成以后进城去卖西瓜 然后卖了钱 你说这个进城卖瓜 这个标题 你说 你说 你说不好 或者说 不落题 那也不对 那还是进城卖瓜 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对这个进城卖瓜呢 我是 我是 不赞成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标题呢 太普通了 这个太平淡武器了 你进城卖瓜 你这个说什么呢 进城卖瓜 太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整个小说 是一个悲剧 你不能说进城卖瓜 他说的什么呢 就是说 他五个子女 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就是 光想得到 不想付出 大家就得过且过 五个人都过得很穷 又懒 结果这个父亲呢 就提出来 要发家致富 社会变革了嘛 懒惰是没有好的下场的 只有勤劳 这父亲后来就是说 五个家庭开会 就是说 大家平均 每户人家 出多少钱 种西瓜 是吧 大家一起 一起这个出力 到西瓜收成了 那么 要 把这个西瓜 用在 用在这个 大阪城上 拉到城里去卖瓜的时候 发生车祸 发生车祸 结果 他的父亲 死掉了 他父亲就去 城里面卖瓜的路上 发生车祸死掉了 就讲那么一个故事 很悲惨的 很凄凉的 那么我就跟作家说 我说你这个小说很有意思 我说我能理解 你就是想 你就是想 想写 就是说和谐社会的重要 对不对 你不和谐了 你钱再多 对吧 你不和谐 家里面子女都不孝顺 大家都 都不友爱 不友善 你有钱多了怎么用 对吧 所以和谐了 然后他才有好乐子过 那么我说你这个名字改改 我说你这个 金城卖瓜太一般了 我说你改改 那他说好 他说徐老师好改改 电话挂了以后 两分钟 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他说徐老师我改好了 我说改好什么 你说我听听 卖瓜 他说卖瓜 我说卖瓜也不好 我说卖瓜也太办了 我说你金城卖瓜和卖瓜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区别 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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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 给我打电话来 他说徐老师我想不出来 他说我想不出来 他说你给我想想吧 那我说好 我说你第一 我说你要授权给我的 我不能乱给作家的这个文字的 你授权给我改 那我说我热意帮你改 我就答应了 但是我嘴上答应 我心里面还是忐忑不安的 你说说改要改的 但是你要改错 真的要让他满意的 也不能进城 也不能进城卖瓜 你要改成一个其他的 其实我是 一是性格开合 我说改个改 其实我心里面也吃不准的 那么我还是很仔细的 又把这个小说看两遍 突然 我这个字眼就跳出来了 中瓜得豆 人家说中瓜得瓜 中瓜怎么会得豆呢 我觉得这个中瓜得豆 有意思啊 这个有意思啊 中瓜得豆 我就打电话过去 哦 改好了 改好了 我说中瓜得豆 哦 又一拍一拍 太好了 太好了 太深刻了 太有思想了 他说了三个拍 我觉得他既然这么说好 我也觉得满意了 作家他说我把它改得好 我又达到目的了 那就叫中瓜得豆 那所以我今天给同学讲的 就是说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你有一个好的小说标题 你送的这个 你不能送的小说 这个标题几个字去写 那是 那不行的 你要送的这个小说里面 这个小说标题的意思 它里面包含的一种思想 你送的这个书去写 那你这个就写的好了 你这个就写的很好了 那么我最想讲的就是说 素材来了 你怎么把握 那把握也很多具体的 有了好的标题 好的标题 你具体写作的时候 你小说的结构怎么写 你小说的语言怎么写 那我 好的小说结构 那么我给你讲一下 要讲一下 宁夏的郭文斌 他是今年一篇小说的鲁迅辉讲的 我曾经发过他的一篇小说 叫剪刀 一把剪刀 我今天跟你们说的 你们以后都去上网查一查 这个小说的结构是非常好的 非常独特的 它不像一般的作家写小说 把时间跨度写得很长 经历自丰富 它这个结构就是一个晚上 场景就是在家里面 在炕上 它写的这个环境就在宁夏 当地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里面 一副人家的一个炕上 一对夫妻 在一天晚上 他们两个对话 对了一晚上 这个对话呢 不是说 徐老师说你饭吃过了吗 然后呢 葛鸿斌说 徐老师我饭没吃过 什么什么 不是这样 他省略了就是说 徐老师和葛鸿斌 因为这个场景就是两个人 就是丈夫和妻子 那就是说 你饭吃过了吗 吃过了 你现在在想什么 他说我在想什么事情 我为什么也这样说呢 现在有很多写作者 他对这个对话 这个语言太啰嗦 太啰嗦 所以我作为一个边界 我是很不喜欢这种 就是说 一种文字结构的 他把一种对话 说得面面去道的 很长 可以一定要说 交代 这个人说的 那个人说的 这个人说的 那个人说的 我觉得这个很繁琐 这个小说语言 应该很简 应该很简单的 我刚才跟你们说的 就两个人 你不要说 那个丈夫说 妻子说 妻子说 丈夫说 你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表 这是一种小说 对话的语言形式 对不对 其次 他的结构 他通过他的对话 他把这一对夫妻之间的 十几年的一种 很深很深的一种夫妻情感 他就用这种对话 就是一晚上 也就是说七八个小时 把两个人之间的 这种情感 情感的这种内容 全部通过这种对话 交流出来 互相对 富严 祂 每俄